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亮子来 最近国平正在国内备赛6月底的挑战赛 以及7月份的球形赛 在这一次备赛过程中球队发生了三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我们详细分享一下 首先第一个消息分享一下王楚星召大V网报的情况 最近王楚星将要参加两项非常重要的比赛 其实这个任务量是非常重的 他也在紧张集训 但要很多球迷十分气愤的是 最近有一个阅读量千万的一个超过十万粉丝的大V 却在社交平台当中多次发文质疑 甚至是攻击王楚星 这个博主的行为已经是招惹了众怒 很多王楚星的球迷已经在社交平台当中公开举报 要求平台对这个账号进行封禁 这个影响真的是挺糟糕的 从这个博主发布的一个内容来看 我们了解到他多半是质疑王楚星过往的一些表现和能力 也认为他没有资格为国争光等等 总之说的一些话还是比较过分的 所以也难怪会激起这些球迷的愤怒 接下来我们也希望了平台能够公正处理 如果这个球员 这个媒体人真的是做了过分的行为 该禁言的禁言 该封禁的就直接封禁 不要去助长这种歪风邪气 那么另外一方面 也希望我们的球员不要过多关注网络上的言论 专注好比赛 用成绩来回击别人是最好的一个反击 第二个消息分享一下 林高远四人被弃用的情况 目前球星赛的7月份的参赛名单已经公布 我们看到了包括林高远 梁静坤 陈信彤 以及钱天一这四个王牌球员 无缘参加单打的比赛 取而代之的是马龙和陈梦这些王牌主力 还有一些名不见经算的年轻球员 教练组也希望了通过这样的搭档安排 可以让年轻球员更好地感受赛场的气氛 只是这样一来的话 林高远这些第二题队的球员就会比较尴尬了 失去了这一次球星赛的重要机会 一方面没有办法为自己拿到更好的积分 来争取更大的优势 拿到奥运会的门票 另外一方面的话 他们也错失了一个重要的证明自己的机会 真的非常的遗憾的 那么对于教练组来说 接下来的话也得争取在后续的比赛当中 给到这些球员更多的机会 其实他们的实力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欠缺的只是一个表现的机会而已 最后一个消息分享一下 马龙赴任新职务的情况 那么最近我们看到奥林匹克日式提前到来 为了能够迎接这个重要的节日 让我们更多的一些普通网友 普通朋友能够参与到这个运动当中 我们看到奥林匹克官方在最近 邀请了包括马龙在内的多个奥运冠军 录制了这个健身的视频 接下来的话在奥林匹克日倒计时的每一天 都会放出不同的一些优秀运动员 做了不同的健身动作 希望能够让大家都参与到运动当中 也了解到更多的一些健身知识 而马龙这一次同样也被安排复任 成为了这个线上的教练 对于马龙来说 应该也是一个挺新鲜的一个事 其实马龙这些年 已经尝试了很多的角色 我觉得这一次也算是一个新的挑战 将来如果有可能的话 他能够成为中国队的教练组 那自然就最好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